像中国人一样,学词,记词。 大家好,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学习HSK五级词汇根字记忆法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关于吉的词语。 吉在古代是这样写的,意思是很多鸟落在树上。 后来吉就有了分散的人或物聚在一起这样的意思。 可以说收集,比如,他喜欢收集各个国家的明信片。 有的人喜欢收集邮票,叫集邮。 比如,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集邮。 如果把钱聚在一起,就叫集资。 可以说,几个朋友集资开了一家饭店。 集还可以表示作品收集在一起的书。 比如,作品集,小说集,诗集,论文集等等。 人或物聚在一起,可以用集合这个词。 可以说,集合起来,集合在一起。 人集合一般是在规定时间地点聚在一起。 所以可以说,集合的时间,集合的地点。 比如,大家明天早上八点在学校门口集合,一起出发去机场。 班长把大家集合起来,讨论新年晚会的节目内容。 还可以说,这个孩子长得真漂亮,集合了父母二人的优点。 我们集合了公司各部门的意见,做了一个新方案。 把力量、意见、想法等聚在一起,还可以用集中。 我们常说,集中精力、集中注意力等。 比如,上数学课要集中精力,否则很容易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。 还可以说,孩子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电视上,根本听不见妈妈叫他。 选取并且收集需要的东西或材料,可以用采集。 采有选取的意思。 可以说,为了及时采集新闻,记者往往不停地往返于各个城市。 很多人在一起学习、工作或生活,这样的组织我们叫集体。 集体和个人相反。 可以说,集体生活、集体活动、集体宿舍、班集体等。 比如,一个人到北京工作后,我开始怀念学校的集体生活。 学校要求学生积极参加集体活动,比如合唱比赛、运动会等。 还可以说,大家集体决定由小王代表所有人在会上发言。 如果一些人为了共同的目的或利益聚在一起,我们称为一个集团。 集团一般是比较大、有规模的组织。 一些大型的企业称为集团。 集团下面有分公司。 可以说商业集团。 一般是企业名称加集团。 比如,马云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创始人。 最后,我们来总结一下关于集的词语。 集表示分散的人或物聚在一起,比如集合。 力量、意见、想法等聚在一起,可以用集中。 选取并收集材料,可以用采集。 一起学习、工作或生活的组织叫集体。 如果为了共同的目的建立的比较大的组织叫集团。 以上就是HSK词汇中关于集的词语。 所有的句子和更多的练习都在网页下方, 去反复学习和练习你会记得更清楚。 。 优优人织叫集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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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